来带大家看一台小车啊 这是一台吉利的几何翼 这是几何品牌下面的全新的一个A0级的电动小车 几何品牌之前是有几何A和几何C的对吧 但是那两款车的它的售价相对来说比较高 最低应该是在13万起跳 一直去到接近于20万的这样一个区间了 但是在这个区间之内 哇这个竞争的车型真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现在几何品牌呢又推出一个 比他们的定位和售价 包括说尺寸都更小一点点的这个车子 叫做几何翼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啊 它的车身长度真的不大 4米多一点点 轴距2485毫米 是非常小巧的一个A0级的小车 同时它的售价也会在10万块钱多一点点 当然呢我个人猜测啊 它并不会太高 最高应该也就是能够达到一个13万 那再高可能就不太值了是不是 那这样的一个小车 其实如果真的以这样的价格推出市场 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包括说对于它的竞争对手 哪吒威领跑的T03这样的产品 我觉得这家车子有非常多自己的特点 那它呢会在二季度 也就是这一两个月马上会和大家去见面的了 那好这台车子的一些关键信息啊 首先这台车它有两个不同的续航版本 分别是33.5度电 它的续航是320公里 还有39.4度电 它的续航是401公里 那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都是用的宁多时代的磷酸体力电池 那我觉得这个续航 其实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如果你在城市当中日常的这种通勤的话 这样的续航是完全足够了 也不要说现在很多车型推出像什么1000公里这样的续航 其实你真的用不上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续航 再加上本身车型的体型并不大 它的重量也不会太大 所以说如果说它的三电能够有一些保障的话 那它在城市当中 它的电池应该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状态 那好接下来去看看这个车的一些车身设计 首先这个车的颜色是比较跳脱的 那这台车子 它并不会有什么太多其他常规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的 它一共有四种 这个是其中一种 前脸的连体式的一个大灯 很像是小鹏的G3 当然有些小小的 比如说这种荧光绿的一个点缀 但这个前脸还是比较个性的 那我们知道几何品牌 它整体的设计思路 都是比较跳脱的一种状态 包括你如果看到车身侧面的话 隐藏式的一个门把手 这个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那既能够让它的风阻变得更小 又有一些实用性出来 下面的这种下包围 有一个这种长条状的一个装饰 同时车身侧面这个地方 它也是有一些不规则的条纹 去给它装饰的 就很有设计感 同时在尾部这个地方 它是凸出来的 那这个地方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能够带来后备箱 更开阔的一个实际空间的表现 因为如果你去放一个更加规则的 比如说行李箱 那这个地方如果突出来了 那它就能放得进去 这个空间其实打开之后 它并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车型的体型在这儿了 但是由于有这样的设计 还是能够让它装载一些 更多的物品进来的 那尾灯也是一个 比较有设计感的存在了 这个就是它的车型的设计部分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那好 去设计看一看 坐进来这个毕竟是一个A零级 大概只有十多万块钱的 这样一个小车 说实话它的配置并不会特别的丰富 包括说你的座椅 它只是支持一个靠背角度调节 还有前后的一个调节 但并不支持上下的调节 包括这个方向盘也是 只是支持上下 不支持前后的这样一个调节 所以可能会对一些特殊体型的人 开启车来的话会有些限制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开还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说头部空间也会是比较宽敞 因为大多数这种A零级的小车 我之前试过很多 租进来真的是比较局促的 这个车表现还算可以 那好 回到设计层面 这台车子如果是从这儿 作为一个区分线 以上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 那下面它只是一些硬的塑料 这个毕竟是受限于成本 但是它也会用了一些颜色 去给你进行一个点缀 上面这个部分真的很有设计感 比如说这个IP面板 它也很有那种银河的那种 很未来很科技感的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和外边 刚刚我们说地图的 不规则的格纹是有一些呼应的 那好 前面这两个地方 有凸起来的高音的扬声器 通常大家都会做到这个A柱里面 但它做出来了 这个很有设计感 再加上这个颜色 紫色的一个点缀 然后这 这是一个呼吸灯 它会和你有些交互 比如说你看我打开车门 它变蓝了 就是当你上车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欢迎的这种仪式 你的车进行一个充电的时候 不同的SOC值 它的这个颜色也会不太一样 包括说它的亮度 这个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 一个小小设计 别看这个车10万块钱 很有仪式感 这两块屏幕都是10.5英寸 在当中 这儿融入了科大熏飞的 一个语音交互 整体它的UI设计 很像是银河OS的设计 非常好用 包括响应速度 灵敏性等等这些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使用的高的地图 也是比较快速的 这种响应 我觉得你平时可以完全把它 当做一个日常的使用 替代掉你的手机 这个吉利座车机系统 真的我不用去担心 非常非常好用 包括还有一些 右盲区的影像 这个真的是很细节了 同时呢 这个车机 它还只是一个OTA的升级 别看这个车小 但是它也融入到了 整个互联网的大家庭当中去 我们再来看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在这儿 虽然说它的材质是比较一般的 就硬做料 但是你看有些小细节 这儿有个挂钩 三公斤 也就是六斤的一个载重 还挺大的 一般我看到 基本上也就是一两公斤 在这个地方 两个USB的接口 这这个杯架 你看很好地坐到了一起 这个也是有设计感的 同时在这个地方 它有很宽敞的一个空间 其他的空间呢 其实就相对来说 中规中矩了 那再说设计 它的方向盘 包括说双色的一个平接 上面有钢琴漆的一个装饰 那我觉得这台车子 在设计层面 这台车真的是给足了 小的三脚窗 但是呢 还是由于价格的原因 它并没有个天窗 但是整体来说 这台车坐进来 不会给人太多的压抑 因为它整个的色彩 是非常丰富的 那再加上呢 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 小小的停车场 开这台车子转了几圈 我觉得这个车 开起来也是一个非常灵巧 也并不会觉得 视野非常压抑的 这种状态 这个小车真的给我的 惊喜还是比较大的 前面的空间说 后边的空间 给大家放一个空镜 那也是一个 中规中矩的表现 那并不会太大 当然我觉得应该是 也足够用了 带着你的小孩也OK 看完这台车子的 一些全貌之后 其实我对于 这台车子的整体期望 还是比较有的 因为在13万 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内 市面上的产品很少 并且真正性价比 高的产品更加少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 真的希望它 能够迅速的推出市场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希望它能够 真正的交付到 用户手里 感谢观看